曾经称霸地球一百万年 被誉为所有哺乳动物祖先 水龙兽谜团揭晓 几亿年前的地球 是一个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 地球上曾经生活着很多称霸意识的霸主 随着环境变迁 这些霸主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今天要介绍的生物 被誉为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 水龙兽 水龙兽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史前动物 主要生活在距今 2亿5000万年前 二叠纪晚期到三叠纪晚期 按照现在生物学分类划分 水龙兽属于极所动物们和公刚 兽孔木兽木 水龙兽科 水龙兽属 从外形来看 水龙兽的身体特征多多少少 有点像现在的河马 它们的鼻子位置很靠上 一直延伸到眼孔之下 因此显得头骨很高 众所周知 6500万年之前 恐龙曾经统治过地球 但是在2.61年之前 水龙兽也曾经主宰过地球 它们是被时代选中的幸运 在水龙兽时代之前 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次物种大灭绝 95%的生物 都在这次动荡中化为虚有 但是水龙兽却十分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没有任何天敌 食物资源丰富 水龙兽在地球上 度过了长达100万年的黄金时期 有的科学家推测 巅峰时期的水龙兽数量 一度达到了10亿头 和公刚也被称为兽型刚 是羊魔动物的一刚 也是所有羊魔动物中 和哺乳类关系最近的一种 而水龙兽的身体结构 已经进化出了很多哺乳动物的形状 但是头部依然原始 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 因此水龙兽被誉为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 通过以有化石来看 水龙兽是一种体型比较笨重 中等大小的动物 它们是一种草食性动物 体型大小如同家猪 上下颚前端拥有会撞嘴 可以用来切碎植物 目前关于水龙兽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比如 虽然名字中带有一个水字 但是它们不一定真的生活在水中 也有理论认为 水龙兽是一种完全陆生动物 它们拥有挖掘洞穴的本领 这些 ampl渣度不喜欢的 很高渣度 Ninjase 银河後 也是一种 late 在建武广下的 去世龙兽你 有一种